Zither Harp 落下了几刀药 心停住在河畔 你的幸福落影着红霞 时光让谁发烫 那时莫名喜欢 两笑在耳旁轻轻呼唤 期时漫漫 悠悠天涯 若有时会让我为你浪漫 热冬年华 孔子夏马 情节已不下 举我回家 期时漫漫 悠悠天涯 若有时会让我为你浪漫 热冬年华 孔子夏马 情节已不下 举我回家 小儿 老太太 少爷他到底怎么样了 清儿受了伤 现在已无大碍了 我进去伺候他 不用了 他吃了药 睡下了 有孟军陪着他 就是有他陪着 才让人不放心 放肆 这也是你该说的话 老太太 恕巧而斗胆 少爷这几次出事 都是有少奶奶陪着 您不觉得 这其中有什么问题吗 能有什么问题 这件事刘知福已经查清楚了 说是外地流窜到渝州的旱匪所为 刘大人已经将他们悉数抓捕归案了 想是我凌家流年不立 几次三番地出事 看来 朕要找个时间去庙里 做几场法事才行啊 可是 不用再说了 巧儿 我知道你对清儿的心思 可你要知道 孟军才是我们凌家 明媒正娶的少奶奶 就算以后 你和她一起服侍清儿 可她也还是你的主子 明白吗 您的意思是 嗯 这事儿你心里明白就好 记住 做好自己分类的事 不要僭越 是 多谢老太太 多谢老太太 废物 两个废物 老太 本来这次任务 是万无一师的 谁知道突然间 又杀出另外一帮人 不在我们的计划之内啊 对对对 那一帮人叨叨见血 我们也是好不容易 才逃回来的 啊 看来凌家得罪的人 还真不少 给我尽快查出那帮人的底细 那帮人都蒙着面 动作干净利落 杀人都靠眼神交流 现场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我们也无从下手啊 对对对 那帮老狠啊 一看就散不砸眼的老走 林青岚呢 他倒是在做什么 林青岚 林青岚他就是个胆小鬼 从头到尾都没下过马车 嗯 倒是那个沈跳跳 一直在与那帮人周旋 对对对 不过后来听说 他俩都摔下悬崖了 就算才不死 也是个惨妃 老大 这样算的话 我俩的任务 什么时候完成了一半呢 残妃 人家命大得很 只是受了点皮外伤而已 嗯 林青岚 就算你运气再好 也不可能一直这么奏运下去 老大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对对对 不急 我已经和孙鹏举谈好了 只要我帮他弄到林家的田庄 他会尽全力配合我 哼 林青岚 我看你这次还能不能全身而退 嗯 哈哈哈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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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少奶奶 这是铺子上个月的流水账目 请您查看 好 我先收着 您下去吧 我一会儿看啊 是 少奶奶 您坐 坐 请请 乖乖 您慢走 你们俩先出去 别让其他人进来 是 是 走 走啊 最近在凌家混得不错啊 老太婆这么放心 这就让你 一个人出来巡视铺子了 哎呦 赵公子这是哪里的花 哎 要不是我苦心讨好老太太 怎么可能出得来见你 哎 这前段日子 是我不懂事 经过这几次刺杀事件 我终于明白 还是赵公子 是最可靠的人 说吧 找我什么事 我最近发现 李巧儿 在老太太房间 进进出出的 殷勤得很啊 你说 她会不会是想摆脱我们 独自拿什么好处啊 这个你放心 她只对凌清兰这个人感兴趣 听你这话的意思 不会你也喜欢上那个傻子了吧 我怎么可能会喜欢那个小傻子 我喜欢的 只不过是这种当少奶奶锦衣玉食的生活 哎 这个李巧儿啊 自从我嫁进凌家处处跟我作对 要不是我福大命大 早就被她堵死了 所以啊 我担心 如果李巧儿 真正得到小傻子 那她是不是 名正言顺地帮着凌清兰 与我们为敌了呢 你在离间我们 赵公子这是哪里话 得 如果赵公子这么相信她的话 就当刚才的话 我没说 你俩谁更值得我信任 就看你们谁更有诚意 赵公子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这样更有诚意了吧 好 过两天就是中秋节 按照惯例 节后老太婆会带着凌清兰兄妹去庙里烧香 到时 你找借口留下凌清兰吧 你 然后 行 包在我身上 主人 查清楚了吗 另外一伙人 幕后指使者是赵泽瑞 刺杀目标是林青兰 至于林青兰为何一反常态 武功变得如此强大 我们还没有查清原因 或许是林青兰之前 一直在装傻 或许跟沈盟军有关 没想到林青兰成府 如此之深 看来是我小看他了 打入林府内部的事情 办得怎么样了 已经安排妥当 好 看来玉蚌相争 渔翁得利 才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是这样的吃这个 小思雨来 我要吃 奶奶吃这个 真乖 奶奶 来 思雨 奶奶为你吃个橘子 真好 谢谢相公 娘子 吃一个 真乖 谢谢相公 奶奶吃这个 多吃点 娘子 老太太 老太太 巧儿给您倒酒 好不好吃啊 好吃 巧儿 明天是中秋节 自家人在一起 就没有那么多规矩 你也坐下来 多谢老太太 好 少爷 瓜子吃多了会腻 巧儿给你剥花生吃吧 来 巧儿 我有点饱 相公 花生吃多了会蜜 娘子给你刮此壳吃吧 吃啊 您 好吃吗 好吃 谢谢娘子 不客气 相公 娘子 吃啊 我不吃 不吃我自己吃啊 老太太 少爷 今天是中秋佳节 巧儿想对你们说些真心话 奴婢出身卑微 少时受人欺凌 有心遇到少爷 仗义相救 还有老太太的收留和多年教导 才有心活到今天 往后余生 不论何事何地 巧儿定会全心全力服侍少爷和少奶奶 好 难得你还懂得知恩图报 有一片真心 我年纪大了 这些日子 郁家感到体力不支 以后 还是需要你们这些小辈 来撑起整个林家 孟君 奶奶想做主 把巧儿许给亲儿做小 你没意见吧 你没意见吧 奶奶 孟君 奶奶知道你不乐意 不过这是迟早的事情 奶奶也不是第一次告诫你了 你以后是林家的主母 必须有容人之气度 奶奶这么做 也是为了林家的香果 好 好吃 孟君没意见 我就没意见 亲儿 奶奶帮你 娶巧儿 给你做妾 好不好啊 做妾 可以吃吗 少爷 就是巧儿以后 一直陪你玩 伺候少爷 好好啊 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 那我们就挑个日子吧 婴儿 老太太 芮儿 觉得这件事 不宜操之过急 芮儿也是从大局考虑 林家在生意场上 靠的就是成信这块金字招牌 对 表弟和表妹的婚事 更是证明了这一点 这要是 表弟刚完婚三月就纳妾 传出去 怕是有人会说闲话 到时不光对林家生育有损 还会影响生意 况且 最近对林家不利的事情 是一桩接着一桩 怕是会给 死肌而动的人 一个可乘之机啊 老太太 不用说了 这件事暂且搁置 姚祖祖 过一段日子再说吧 奶奶 我也敬您一杯 好 感谢您这段日子 对我的爱护 我吃饱了 先回房休息了 大家吃好喝好 我吃饱了 奶奶 娘子她 娘子等等我 娘子等等我 娘子 娘子 咱们 奶奶 娘子 生日子 所以 吉他 我的妹妹 你看她 煮回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